院長 你好 你不擦掛掛掛肘好玩我也不用掛 不會啦 我們要這樣子 氣力搽過幾個字 你不知道想問他也沒將 沒將 沒有將 這樣子齁 我們都知道 人愛照顧勞工 非常弱勢 我們絕對贊成 那勞動部許部長也真的 但是最近推出一個政策 這裡面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原來過去三年 土營成代的額度有200億 利率是1.39% 過去三年 對老公都這樣 結果現在 要幫助老公 結果我們的央行降息0.25% 結果我們的勞動部的許部長 把這個利率變成1.845% 奇怪咧 還不浮啊 你為什麼要提高呢 我想這個細節問題 許部長怎麼要這樣 苛刻勞工啊 結果你為什麼要提高 1.39%變成1.845% 委員 抱歉 因為這個利率是 我現在說的時候是 我們的同仁依據現在 我們其他部費 那個紓困貸款的利率 這具體的利率 具體的利率 其實還要跟人家團 大家再談 這個細節還在談 但是那個利率 1.845% 現在是1.845% 年利率 年利率 那是勞保 用我們勞保 以前都有 勞工貸款 這是一般銀行的貸款不一樣 所以還是1.845% 這個利率 還是1.845%嗎 你聽看嗎 這個有問題喔 報告委員 這要跟他們說 你勞保 勞工貸款 勞工貸款不一樣 我們勞保 那是每一年 在春節前夕 對我們勞工貸款 用我們勞保 勞保的基金 紓困 這個部分是土營 土營存在 你等一下 這個部分的利率 我們會再跟人家 你等一下 我小學線 我說 蘇院長聽 他第一年 其實 我對許副長講 他第一年 是政府出利息的錢 第二年 第三年 是1.845% 這個喔 唯德不服啦 乾脆 那個沒有多少錢 一個 這裡 1845 1845台幣 NT大陸 對不對 五十萬的人 這多少 沒有多少錢 乾脆 零利率 像這樣 像這樣 三年 你第一年 零利率啊 第一年你提交了 對不對 第二年第三年 現在你紓困 有可能嗎 蘇院長有可能這樣嗎 有可能這樣嗎 簽證 委員 這罐我不會算 你不要算 這罐我不會算 這罐我不會算 總是我只管一個 就是說 可以更好 可以更好 不可以更差 對 這樣而已 現在還賣啊 遇到你點39 這罐你點85 我沒有中 對啦 我沒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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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部長 我跟你說 很快 這個預算就會通過 再增加一千五百億了 對不對 勞工這個幾十億 你乾脆全部買單 一千八千四十五 五十萬的人 這麼多而已 你自己算好啊 一一二二 你兩年沒多少錢 都買單 這樣啦 我比較好 不要再賣 委員 你 說好 民意代表 一兩種好 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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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可能沒注意 他沒注意 可以更好 不可以更差 不可以更好 不可以更差 對啦 是好到零 是不是可以更這樣 第一年就零啊 第一年就零啊 第二年就零 第二年第三年 幾個次 這樣啦 不可以更好 一定更好 不可以更差 一定要低於1.39 才有條 我說完整 你有沒有就這樣 市府長親為 市府長主 好 中間在這個 在這個衛福部 那個 那個市長 來一下啦 一起幫忙 除了 市長 主委長 有了數字的問題 看到數字會說話 送以 解釋一切啦 今天要確診 393 境外的 338降 86% 境內 本土的 武術五力占13.99% 各界一直有聲音啊 我們做農國戰,世界頭部份,最早的五個國家都一個給臺灣戰 為什麼我們剛開始很嚴重?但是最近沒那麼嚴重 最近來講的話,其他的國家除了中國大陸以外 其他國家我們變成鬆了,所有的境外一直復,一直復勞 我們都沒有了,你剛才說,你剛才跟其他委員說,第一國人做得很好 我們也不敢說太大聲,因為還有第二階段,還有第三階段 我給院長一個資料,比那個戒指,他說這個疫情和美女秋季 他聽你的副,你知道嗎?真的聽你的副 我想說,他也跟俄羅台灣做得很好,他也這樣說 他也說台灣做得很好,對不對?但是他說全世界就是要跟美女秋天 因為非洲也開始在流行,印度也在流行,印度也在流行,印度也在流行 印度也在流行,印度也在流行,大家這樣,趴趴走,是不是? 所以說,這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問題,請教 我印度可以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就次長回答,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入境,全面集中檢疫 不要回家,現在一個地方,放十四缸,尿,篩檢 通通陰性的回家,良性的又老的處理,這樣可以嗎?可以嗎? 我,委員的建議,我們指揮中心其實有研議過啦 我知道,你為什麼要給看啊,社會是深深求啦 因為你這個數字,如果是境外一入,表示我們在邊境的時候就篩到很多 那國內的本土的社區的風險就很低 那第二個,您剛剛談到說,是不是現在所有入境都要全部集中檢疫 從四月三號到十三號,入境的人八千八百零三 我們現在採行的是有症狀,採檢,集中檢疫,一共四百三十二人 有多少個是陽性?十個,但是其他的有八千三百七十一人,沒有症狀的 我們在居家檢疫的過程中,只有一位是陽性 所以我們必須要採取的措施是看整個的狀況,該演的時候我們會演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不行就對了啦 目前是針對有症狀的人 社會很多的聲音,因為現在 我請問你,請問你次長,你知不知道現在一天機場大概多少人 目前大概一天多少人 一千左右,一千左右,是有包括出境的 所以入境的幾百人,幾百人給他集中檢疫,有什麼問題呢? 我是不了解有什麼問題,這是不行 跟委員說明,你如果現在集中檢疫 為什麼不要做呢? 像類包機的我們會這樣子處理 但是你如果每天是一千一千,十四天,兩天就罷了 你這樣說,你這樣說,大家外面聲音一直有這個聲音 所以我剛剛跟委員報告的數字嘛 八天多個只有一個嘛 我接地去,外面一直有這個聲音 希望一進來的... 沒有,我沒有在考慮啊 一進來的,好,那我們再看 最近就發生了這個事情啊 美國一對的夫妻已經知道確診了 結果他還搭飛機回來 根據法定傳染病防治法 不管他什麼人,全部國家買單 所以很多人在罵啊 阿姨就知道他是確診啊 他是陽性的 還坐不然去回來 我們也要處理啊 那就打完了 因為那是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這個東西,你怎麼處理 這個東西你怎麼... 我們就事實看他是不是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他如果能夠按照我剛剛講的 就把他先把他檢疫 先集中處理14天而已 就知道了,他就放了 他就不用再去我們的社區啊 不用再去哪裡啊 這個東西就... 委員的建議其實我們很早就曾經去研議過 然後報告的數字按照現況 我們會做最好的評估 經過專家會議的討論我們來做 完全不考慮 這個市場要去考慮一下喔 要考慮一下喔 因為已經發生這個漏洞喔 這兩個政典兩類 委員 我說你怎麼跟他都用數據科學啦 是 我們理性討論啦 理性討論 所以這一對夫妻 不夠在社區 在這裡都檢疫了 第一 第二 剛才你說 不然都來檢疫 是這樣啦 剛才市場給你報告 八千多個才一個 所以那個便利筆喔 你如果八千 每天送去 不用兩天 我們的建議所就百了 就倒不掉了 所以 現在你看科學來看 八千多個回家的 才一個 所以 不夠八千多個 現在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便利筆差太快 院長 院長 我告訴你 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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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個性 直球對禮 所以直球對禮 帮球 怕帮球 直球對禮 所以他很認真在塞 一天塞一萬個以上 他的人變成這樣 他確診的成人像這樣 其他的中衛人塞得很少啊 所以沒有啊 這個塞一個人 挑戰 挑戰 台灣現在檢測三千五百 這是三十二三號的資料 韓國一萬五千個 還不知道什麼 塞車過去跟你快塞 所以我請教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的時間不多啊 整張給我回答就好了 這個根據Nature雜誌 Nature我想念很清楚 一屆裡面最top的學術期刊 30到60% 新冠肺炎 沒有症狀者 但是病毒傳染力 還是很高 所以 流行病的學者專家指出 沒有塞檢機制 確實會讓人數大大的低估啦 所以我問你 我們口租國家隊 有沒有可能成立一個快塞國家隊 有沒有可能 來 那個委員 我相信你很認真 在搜集各種資料 你都 有在看 長五三個高雄 家庭 媒體 分析 像台灣跟紐約 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的 隔離隔離得很貼貼 那你明明 還可以出來做這個做的 所謂所謂的 他有說 台灣這個模式 比較好 所以 現在世界都說 我請問你 你要不要成立快塞國家隊 要不要 這個厲害 快塞趕快把他出來 用一用 比較快 照顧大家 可以用的 都進來 包括羅斯的 或者冷泉港 國內的在開發 但是最主要是 不要做成 像人家做的 只有兩成的準確率 那你怎麼用呢 所以一定要達到一個 某一個標準 我們才能夠讓他上線 好 我知道很多人 現在嚇口罩 我都去嚇了 好 喝酒嚇我 很麻煩 我去嚇 確定一堆 那些官貿網路 那些 每一天 每一天 這個東西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一對一 我只能寄給我 海外的家人 真的還是台灣的護照 台灣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身份證 只有兩位三十平 一對一 結果文太太 不是要叫他 也不可以 美鳳姐 還有一個親人在哪裏 我叫他結婚 可以 我們他來嚇不可以 一對一 現在又產生問題出來了 如果夫妻兩個 結婚了 兩個小孩 後來離婚了 十歲 一個人可以寄 是不是很猶豪 大家看DNA 還是看法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比如說 一個小姐 一個太太 嫁一個人 然後離婚了 還有嫁一個人 比如說 原來 嫁的叫李先生 後來結婚的叫張先生 張先生可不可以寄 沒有 那 我 現在 他有婚姓 那個老婆 就兩個兒子 兩個 好 好 好 賴委員 賴委員 那個問到的各個個案 請那個衛福部再研究一下 好 好